赵金麦的这个颜值也真的太绝了吧 作为能源大五官里罕见的初恋少女感长相 我发现她的脸有一个非常能打的点 那就是极强的可塑性 首先看到五官亮感 从小到大都是非常标志的浓眉大眼高明亮 属于很强眼并且面部五官很强势的浓眼美女 再看五官的线条走势 眼里下垂 左脚青雷上扬 骨香立体浓烈 但是皮像却充满甜度和无辜 所以说她的淡妆很清纯 浓妆又很港风 加上鼻头上扬这种轻微的朝天感 和兜俏的神人中 少女的幼灵感也非常到位 所以说她即便是眼距偏近 伤根高看上去也毫无攻击性 反而在笑起来的时候 满脸都透露着可爱和机灵 对她而言 世男小别离和少年派这种激情灵斗的官女孩 可以说是毫无费力 但是当你以为她就只适合田戏临家这条赛道的时候 骨香出落的越发轻利的她却一反常态 在开关里以坚毅且温柔的李诗勤出场 并且惊艳众人 脆脆肉感以后 她的五官和轮廓变得愈发精致立体 颧骨和下颗角都露出了大气的骨性线条 尤其是她的鼻子 立体度直接拉满 鼻子挺翘和寒家人的名品鼻如出一辙 这样一套清冷又倔强的骨香 让她的甜度和幼态之外 增加了很多温柔并且刚毅的感觉 在面对一次次死亡和无限循环时 这张脸真的把那种绝望窒息 但是坚强不退缩的感觉 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觉得她现在的风格多面性 和现在的赵丽颖非常的像 无关比例中存在幼态和软萌的属性 但是鼻型和轮廓又很干净利落 又幼又清冷 丰富的面相风格 就可以极大的增加角色的可塑性 让她们更加容易驾驭各种不同的角色性格 相信除了开端以外 赵剑曼也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的作品